你觉得娱乐圈中三个颜值不如自己的女艺人有谁 没有 没有 酷 我谈过一场14年的恋爱 我没有 那你结婚以后有对别的男生的东西吗 你有恋爱 你有恋爱 你有男人爱我 哈喽我是大嫂 今天呢我请来了一位女明星 也是一位知名和妹 我们准备一边玩游戏一边进行一下传达互换挑战 看看谁是对方合作的造型师 马上就可以借到小卡 中期好多的声音 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穿搭挑战嘛 还挺期待的 因为我之前看到你日常的风格 还有你参加决赛的风格 我其实都完全没有试过那些类型 我不喜欢比较简单的技术 然后还是喜欢裸 穿着裸的话 你会觉得我是公主 今天我准备的一份 我把我以前穿过的演出户拿过来给你看 哇这是我离和妹最近的衣服 你会不会觉得很紧张 我现在不是觉得很紧张 我怕很紧 很紧 我没有很多吃嘛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来看一看 为彼此准备的衣服看看到底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好 1 2 3 我有一种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你喜欢的衣服 这件你不要直接接底 这个你还记得是哪一次公演的衣服吗 我在团里的时候是SNH 我是H队的 这个是S队的衣服 因为毕童衣服让我选嘛 我想选一件自己没有穿过的好看的衣服 我喜欢这种觉得就很可爱 所以你们公演的衣服是为大家轮流穿的 如果是演同样的群目的话 你就是那个对的人轮流穿 这件衣服有点军装的元素 比较文静的少女的印象 这种衣服感觉就是风吹起来会儿 你搭个西装什么的 就会很有那种漠视的感觉 漠视的感觉 我觉得你穿这个更好看 是吧 整体来看其实日常现在的发型啊什么的 其实还是挺酷洒的 这楼下50块钱给我剪 剪成这样 你去楼下50块钱剪头吧 对我回家的时候我头发前面有点翘 然后我爸就说你在我们家楼下旁边剪一下吧 去了以后剪头肯定很贵吧 希望它长度不要变 我修下去 剪到这还要给我剪 长度没有变啊 就是给你修了一下 修了一下 我给你搭的第一套呢 银色的上衣 哇 哇 刺激 下面一套呢 这个上衣是真的Kindle本人穿过的 我当时就被它种草 然后直接下面搭了一个皮裙 这件衣服 它是一个有点港风的滋绒长裙 露大腿 看起来气质绝佳 气质绝佳 是吗 我比它紧张多了现在 哈哈哈哈 试穿游戏环节 每一套look 两人需要完成一套PK 通过三个PK决出胜负 带着它丑衣子 好我们第一套开始 走这儿 难以想象 一套 不要紧张多了 小手弄自 太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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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手不知道该往哪放 头也不知道该怎么转 放松 你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样 小卡穿上这身之后是什么感觉 紧张 我发现你就是穿了之后 你就一直在这样 整个僵住 我得支愣起来 然后有什么那个标志性的动作可以教我 我要加油啊 乙欣 那是舒服家 笑人肯定可以给他准备 几名班拉票的话我去 我是谁 然后我这些目标是第几名 希望大家能为我投票 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准备加油 大家好我是大嫂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总决选 就打进了前五 我感觉非常非常的荣幸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我们这种人都想要叮补到这种人 犀利问答 两人一次向对方提问犀利问题 一方不敢正面回答 几位失败 哦 你先问一下 就是你最近有没有心痛的瞬间 我以前有段时间就特别想谈恋爱 我反正就说 企业本谈什么恋爱 其实我是那种特别不服输的那种类型 就是别人越不让我做什么 我越想做什么 我心里想 反正我遇到喜欢的人 我就直动A上去就行了 然后呢 那你结婚以后 有对别的男生都过心吗 有啊 因为我们前两天 他们有让我拍感受孝亚轩的一篇 找了几个很鲜美的弟弟 鲜美的弟弟 陪我玩 怎么听起来这么不断劲啊 这样你好开心啊 对对对 很开心 下次约你拍这个主题很好 谢谢谢谢 如果我们工作人员不在的话 你再说这个话就更好了 哈哈 本来我想这是我80岁之后才能实现的愿望 没想到现在还不到28岁的实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觉得娱乐圈中三个颜值不如自己的女艺人没有谁 哇 这问题问的 嗯 哎呀 嗯 我放弃了 吓死我了 我推了爬她下一轮问我 没有办法 我现在就问你了 你快说 快说 你觉得哪几个你的同学 颜值不如你要说三个名字出来 说三个名字啊 嗯 飞珠老师的颜值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说男女 所以我准备跳三个名字 你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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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恨了 不要介意啊 好 那我们这一轮的挑战呢 很开心还是以我数力 我击一分 下一轮我们再见分晓好不好 好吧 我们接着去换衣服 你没有穿Kindle那件是吗 就那件实在是让人无法呼吸 你这身很好看的 这样的感觉 我有你没有 每人说五件自己做过 对方没做过的事 成功三次几位胜利 我掉进过几个儿 我没有 我可以吃三包 加量版的螺蛳粉一次性 我得过五十五天的严病 我谈过一场十四年的恋爱 十四年的恋爱 都没有 初恋都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特别想要 想疯了 都没有男人爱我 都没有男人爱我 我有95套的罗装 还欺负人呢 我一套都没有 又恋爱 又恋爱 很多了 好的那这一轮我就输给了小卡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还有接下来一轮 绝世的一关 好了我做了小卡的 你干嘛要死 我也干 这层是其实三神里 我觉得最喜欢的哪一件 这一件感觉就很高贵 典雅 显得人很修长 很喜欢 现在是一个新身份 是做演员了对不对 对 主演的《独式双胶传》 即将在腾讯视频中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好想演小甜巨啊 被宠人那种 不要有虐的 看你这个造型说这种坏 我一定 女人至死是少女 酷 别忘了我们这是一个比赛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PK环节 猜男一人局部图 男一人局部特写 两人强大 猜出正确人名多的一方几位胜利 Let's go 是一样清醒 王一博 不是 跟你合作过 秦晓 不是 秦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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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就过牙 李旦 我太喜欢跟脸毛玩这个游戏了 哎呀 完全碾压我好吧 感觉我当最好人了 这样错了 我去穿非洲大俄语了 非洲大俄语了 我此类 今天的作者 舒佳 要穿上这套美丽的衣服上街 READY GO 今天就是体会到了很多我平时觉得非常难以驾驭的衣服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非常感谢大嫂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如果大家能够喜欢这些搭配 并且找到了一些自己不一样的美感 很高兴的 总之今天是一次很愉快的合作 谢谢大家